修罗武神 第6117章 楚风登场 作者 善良的蜜蜂 诸位前辈 请为我助力 白李子玲对着看台 诗以异理 紧接着 浩瀚的观众席上 身穿红色长袍 头戴白色斗笠的身影 纷纷起身 一道道璀璨的五力光柱 自那些狱中之人身前飞掠而出 向世界中心的巨大球体冲击而去 可这阵法世界毕竟无比浩瀚 看似距离球体很近 实则很远 正常来说 五力光柱若想到达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可眼下 他们释放出五力光柱后 几乎都在眨眼之间 便进入那刻写着白李子玲的结界门之中 无论修为如何 速度皆是相同 这自然不是狱中自己特殊手段 而是这阵法世界的力量 伴随一道道五力光柱 形成了观仲席与那中心球体的链接线 宛如蜘蛛网将那球体缠绕了起来一般 华丽且震撼 且从那线体也能够判断出 此刻为白李子玲助力的玉宗之人 足有几千万人 虽说这样的人数 对比动辄数亿万人的其他势力 可以说是非常之少 可玉宗与其他势力不同 几乎每个玉宗之人 都是具有一定天赋之人 是被中入玉婴之人 换个角度想 竟有这么天才被中入了玉婴那种东西 那这个数量 便是非常恐怖的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助力的 远非玉宗的全部人马 毕竟玉宗的领地众多 还需要很多人镇守 如今也只是尽可能地调遣出了人马 来为白李子玲助力而已 白李子玲所在的广场上 那巨大的阵法 也是透明的 伴随那座磅礴的阵法外层 出现了无数个人的名字 宛如符咒纹路一般 随阵法缓缓转动 这证明了 玉宗之人的助力方式 是正确的 在磅礴武力的融入下 原本空挡的阵法内部 也很快被一层特殊的气焰 所冲斥 且随着力量不断地涌入 那阵法的颜色 也是从淡薄变得浓厚起来 甚至开始散发淡淡光滑 最主要的是 就连距离那阵法极远的人们 也能感受到 那阵法的力量再不断增强 好强的助力 白李子玲身后有玉宗撑腰 今日是势在必得 看来楚风不来 倒是正确的决定 众人议论起来 有的人更是当众贬低楚风 尤其是当初见证了楚风 与白李子玲一战后 得到了玉宗好处的人 师尊 你觉得楚风会来吗 观众席的角落 哗哗看向摘星道长 因为他们三人身穿长袍 头戴都帽 外人根本看不到他们真容 所以也没有暗中传音 但还不带摘星道长开口 身旁一位身穿白衣 看似先锋道骨的老头 便开口了 楚风是个聪明人 定然是不敢来了 你怎么知道 夏星辰问道 老夫说了 楚风是个聪明人 为何他一直以来战绩如此耀眼 那是因为他能权衡利弊 绝不打没把握的仗 而这一仗 靠的可不是自身天赋 而是身后的势力 白李子玲身后 靠着的是何等势力 乃是各大天和霸主 都不敢招惹的玉宗 那面对七届圣府 都宛如过街老鼠 只能东躲西藏的楚风 怎么敢与整个玉宗正面抗衡 那老头左手负于身后 右手抚摸白须 分析得头头是道 而这种话 夏星辰自然听得不爽 都冒下已是凶光毕露 可还不带夏星辰说话 花花便一把抓住了老头的衣领 说是过街老鼠 你再敢胡说八道 我撕烂你的臭嘴 而这老头身份不简单 乃是一宗之主 今日并非自己而来 周围还跟着数百名精英长老与弟子 见有人如此 那些长老弟子 齐刷刷地站起身来 不仅恶狠狠地 看向花花三人 有些弟子们 更是拔出了冰刃 一看 平日里也是不讲理的主 这一幕 自然也是引起周围许多人的注意 可那老头 却摆了摆手 示意宗门之人不要动手 旋即笑眯眯地 看向花花 这位姑娘 我听你声音 便知你年纪不大 涉事不深 你这样的小姑娘 被处风的种种事迹所迷惑 也是正常 但老夫劝你 还是要擦亮眼睛 擦亮你吗 你算什么东西 花花怒声质问 花花此言一出 那老头也是眼中 寒光浮现 身上杀意涌出 但顾及在场人物太多 为保持长辈形象 还是强忍了下来 但却凝声道 姑娘 劝你说话注意一点 这浩瀚修武剑 可不是你家 我看你们就来了人 宗门应该也是不大 难道你师尊就没教过你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这种道理吗 话到此处 那老头还看向了摘星道长一眼 这话是在说摘星道长 教导无方 文言 花花忍不了了 说自己还能忍 说她师尊她忍不了 花花 然而 在花花将要动手之际 摘星道长却忽然开口 花花明白其师尊的意思 还是强忍怒火 放开了手 而那老头 还以为自己的话语 吓到了对方 得意地整理了一下衣衫 云山宗宗主是吧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这句话 也送给你 夏星辰看着那老头 腰间的令牌说道 哈哈哈哈 那老头没再回应 却笑得十分猖狂 就像是听到了一个 小孩子说的玩笑 完全没放在心里 只觉得很是好笑 而夏星辰轻笑一声 也并未理会 因为 这老头只是冰山一角 眼下对楚风 冷嘲热讽的人 不在少数 这些人本来就没有立场 尤其是其中一些人 先前拿到了 玉宗的好处后 自然也就站在 玉宗这一边 毕竟八戒玉宗 也许还能得到好处 可八戒楚风 只会得罪七戒胜负 这种仗 他们心里算得清楚 但令下星辰 没想到的是 如他们这边一般 应对楚风的评价 而发生争论的 竟有多处 有不少人 在为楚风辩解 甚至有的人 已经大打出手了 而于他的印象中 那些人楚风都不认识 看得出来 哪怕与楚风 无关之人中 喜欢楚风之人 也不在少数 见这么多人 维护楚风 下星辰也是颇感欣慰 那么眼下 就看楚风会不会来了 刷 就在此时 一道光柱 略向世界中心的 巨大球体 随后 一道身影 出现了另一座广场之上 定睛一看 世界震荡 那道身影 正是楚风 楚风 他终究还是来了 本章完